中央宽屏 有限电视前进社区 推广媒体试读 这回来到台北市中山区龙洲里 传授辨别假讯息的技巧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比如说现在LINE的 尤其现在大家都用LINE 手机LINE的假讯息非常多 比如说他会传一个简讯 说你点节有大赠送 什么可以有优待 哪一送你这样 这是其中之一的 哪还有就是比如说 有电话假电话说 我是某某银行的服务员 你有需要什么借款贷款 怎么样我们这有优待 或是说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认识的亲人 他临时需要用钱 然后他就跟你说 我是某某人的 比如说我们陈里长 陈里长的助理 他刚好现在需要 有需要用钱或怎么样 那就是大家能够帮忙一下 那大家想说对里长的信任 所以大家就毫无疑问 也不经过确认 没有打电话问一下里长 大家就把钱汇给对方了 都有还有什么股市诈骗 比如说我帮你名牌 然后你就听了 对对我最近亏很多 那好我试看看怎么样 这个就类似诸如此类的很多 所以都需要查证 不要说轻易的就是 点选网址 或是相信 相信别人这些都是要经过查证 就是说我们因为年纪都太很大了 所以说要注意说 一些来路不明的消息 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有消息的来源都一定要查证 是否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才去传给人家 不是真的话就不要轻易的相信 课程中还透过有讲真答互动 加深掌者对分辨求证假讯息的重要性 被称为长寿社区的龙州里 里内光是70岁以上的长者 就有700多位 如何避免长者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就更显重要 龙州里这个新南化的这个社区 长者很多 刚刚我亲身提过就是 70岁以上的就有700多位 那很多是跟外老住 有的是毒鸡 我是希望他们能走出室外 动动脑 动动手脚 比较不容易失智 也不容易去老化 所以我们才用这个有关于这个长寿的关怀祭典 很谢谢蒋婉安委员跟叶林船副议长他们 经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才有这个场所 慢慢的在这个开始经营这个 有关老人家如果去照顾他们 我希望慢慢把它扩张大 现在地方太小 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它扩张大 很好啊 因为这个可以向你们办这个课程 那老人家才知道比较不容易受骗了 你在家有接到拉一下电话就会被骗了 也有可能啊 所以出来宣导一下 与此对老人家是有好处的 资讯爆炸时代 不分男女老少都可能成为假讯息的受害者 中家宽平散尽媒体责任 深入社区杂根媒体试读教育 要让每一位民众都能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媒体试读在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